中餐厅黄晓明无理取闹,林大厨转身离开,冷漠回应让观众解气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,在中餐厅三中黄晓明持续无理取闹,林大厨终于任无可忍转身离开,冷漠的回应让观众很解气。 自从中餐厅三播出以来,节目中原本相处融洽的嘉宾们,因为店长黄晓明的日常无理取闹显得都心情不佳, 大家也知道要说到中餐厅中脾气最好的嘉宾,那就是素仁林大厨了,起初他还是毫无怨言。 直到近几期当黄晓明再一次当众无理取闹之后,林大厨终于任无可忍地离开。 不过当观众们看到林大厨的回应之后,也都觉得很解气,没想到黄晓明之后的话语和表情更让人生气, 看来节目播出之后被观众吐槽也是无法避免的。